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女朋友呢 叫做韩妹妹 刚才跳舞那个 都知道吧 我叫你 人是不说 我女朋友不叫韩妹妹啊 你女朋友不叫韩妹妹 不可能 哦 我知道了 分手了 对不对 开什么玩笑呢 你也几下课了 哦 那大家都知道啊 咱出出课本 出一课本 第一课 Hi my name is Lee My name is韩妹妹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然后两个人又跑上了 哦 干嘛啊 这怎么看 店面有清晨啊 我可没有这咽过 那肯定不是我 那好 就刚刚说 我认错人了 雷雷 哎 你今天有没有发现一个什么奇怪的事 什么事情 咱们刚上台就把大家给吓唬了 他们都忘了鼓掌了 嗨嗨 观众要是真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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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呃 如果我忘词了怎么办 忘词了你们跳舞 那我忘词了 我给你鼓掌 好好好 我忘词了就是吧 呵呵 开个玩笑啊 那李磊啊 今天是不是 你人生中第一次给大家说像 那可不嘛 第一次 不好意思 你这第一次被我逗中了 嗨 大家应该也是第一次听我们两个人说像的 对不对 不好意思 大家的第一次被我们两个夺走了 这叫什么话 不过你放心 李磊 我会对你负责的 我是一个很有责任性的男人 我会对你负责的 我去你的吧 我不需要你对我负责 今天啊 咱们只需要对下面的观众负责就行 诶 这话对 是要对观众负责 作为一个很有素质的人 诶 你干嘛呢 不好意思 我那个82年的腰带我松了 我紧一紧 好 好了 好了 公共小小小注意点 不好意思 刚才说到那了 对观众负责 对对对对 对观众负责 李磊 我说这话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 说来听听 咱们人 特别人作为男人 一定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 对不对 责吧 对 你看我们在公司 要对同事负责 对吗 对 对老板负责 对吗 对对客户负责 对吗 对对客户负责 对吗 也对对 因为在社会上我们要对自己负责 对吗 对对 对国家负责 对吗 在你家里都要对你老板负责 对吗 咦 咦 怎么处责 在我不是骂人吗 你怎么需要 我呸 你这么说话我可不演了 你自己演了 来来来来 干啥呢 干啥呢 你忘记咱的经理严姐派咱俩啥目的了 啥目的 在这儿好 说向上 把大家逗乐 把大奖拿过去 有钱团建了一下 这才说到点上 好 再接着言 好 谢谢 谢谢 哎 下读今天话 下读 今天你可真碎 身中也真碎 丑姐 你太漂亮啊 好 眼界也很美 所以马屁拍的怎么样 好 好了 不好意思啊 哈哈 那我们接着来正题 开始再说一点吧 这才刚开始 哈哈 哎 我又忘词了 那你接着跳 好给音乐 好 那个 咱们新年刚开始对吧 大年初期 琳琳啊 那我也问 今年 二零零六年 你有没有什么愿望 我愿望啊 我当然有 我的愿望很简单 说来听听 努力工作 与班德公司共同成长 共创班德的美好未来 不错 不错 不愧是班德正能量 但是呢 在我看来 你的梦想 小了点 小吗 我觉得挺不错的 那我觉得 跟我的梦想比起来 确实有点小 那我问问你 你二零一六年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呢 虽不然 虽说不能算大 但是呢 也可以为这拼搏一番 我二零一六年就想 挣个五百万 千万做个有钱人 这还不算大 你咋不上天呢 你不要嘲笑我的梦想哥哥 梦想总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这话说的也对 所以我要 这五百万 五千万 当了有钱人 那我那问问你了 你问吧 你挣到这五百万 你准备干什么去呀 我要是用到这五百万 五千万 我什么都不干 哦 什么都不干 原来你是要做一个 一动不动的王伴 哎 你咋吗 你看 你不是说一动不动吗 一动不动那不就是王伴吗 我说的意思 这个什么都不干 是不干那么辛苦的工作了 我要好好的享受生活 做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脱离的低级趣味的人 明白了吗 好好享受生活 有点明白了 那我问问你 你都准备打算怎么享受生活呀 花钱 消费 使劲花钱 使劲消费 什么可以吃什么 什么可以买什么 什么好吃 我就买什么 好 有追求 能吃一些什么样的 淡淡面 淡淡面就是你说到这贵的呀 你看啊 你们普通人可就不懂了 一般的这个淡淡面啊 10块8块就不错了 对吧 我吃的淡淡面可跟你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我要专门请一个厨师 偏偏单独 跟我自己做 有 够有钱 有钱吗 那是有钱 你看啊 而且 一碗淡淡面 我还想多放芝麻酱 多放咸菜 一碗淡淡面 两斤芝麻酱 一斤咸菜 一两淡淡面 你那能够好吃吗 你看 那不是全是芝麻酱跟咸菜 这你就不懂啊 这就叫浪费 就叫奢侈 有钱人我就奢侈 懂吗 行行行 你有钱 我还要买车 有 买汽车 买进口汽车 宝马行不行 路虎行不行 那可是好车 那我就把成功 还有夏宗那宝马和路虎买过来 我就纳了味儿了 你都这么有钱的 你第一个人的二手车干啥呀 我还要多给他们钱 要还多给钱 那是为什么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成功夏宗他们车里面有成功者的气息 我坐在他们车里面开着歌 牺牲成功者的气息 那我不就成为一个成功人士了吗 瞧瞧这马屁开的 哎 千双万双马屁不穿马屁拍拍大奖拿过来啊 哎 马屁的工作不咋的 你的脸皮靠真够厚的 一般一般 我还要买币 买大块的币 回归田园了 那种地去呢 瞅瞅你这没有文化的样子 我们文化人就不爱跟你们这些人打交道 我说我买地就会了 把种地吗 我要在广袤的大地上 尽情放飞我的梦想 明白 改放洋了 谁放洋了 谁放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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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这个 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说三遍 我告诉你 我买地 出来盖房子 盖大房子 BIG HOUSE 明白吗 你这准备买地 带房子 我想干什么呀 我就干什么呀 我想干什么呀 我就住什么呀 明白了吗 明白 很不错 那我问你 我准备去哪儿买地呀 你说买地 我这个一大笔的资产在这儿 人人惦记着 我肯定要买一个地段好的地方 风景优美的地方 对不对 我要好好想一想 是得好好想一想 你说我买那个龙门石窟怎么样 龙门石窟 啊 怎么样 人家可是国家危机风景区 人家卖给你嘛 我有钱了 我有钱了 你说龙门石窟多少钱卖吧 我卖给你 卖卖卖卖 多给钱 我告诉你吧同志们 我今天幸好不在美国 我要是在美国 美国白空我也卖它了 你就可劲睡一把 那我问问你 你问吧 你的 龙门石窟啊都是佛 你买下去啊 你做什么地方啊 你知道龙门石窟那个最大的那个佛吗 最大的那个 叫那个 噢 卢瓦工大佛 卢瓦 这卢舍那 大哥 呃 卢 卢舍那 不好意思 我 不好意思 瞧你这没话 真可怕 呃 就在卢舍那大佛底下 哎 游客过来了啊 过来了 哎 你好 哎 站好 还没断 哎 咔 你好 照片出来了 一百块钱 哎 好 我算整明白了 你这是想去整一个照相摊啊 啊 啊 算你太对了吧 你说你都这么有钱了 你还挣这个钱干啥 这你又不懂了 啊 我问你啊 人是不是有一天会老 对 是人都会老 我们是不是要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点什么 对 也对 你看 对对对 龙门石窟很大啊 每天游个很多 但是资源总有一天会耗尽的 但是资源总有一天会耗尽的 如果我把这个照相摊这个生意啊变得很大 将来总有一天哎 放下宫呢 开到美国去 把美国白宫买下来 让我自己都带在美国白宫面前给人照相 多好 得 美元啊 看看这追求去美国还是一开这儿的 哎 这你就不懂了吧 哎 我问你 你说我这梦想怎么样 你这梦想呀 我看不怎么低 怎么叫不怎么低啊 我告诉你 我为了实现我这个梦想 那个彩票我都买了一大堆了 告诉你 就是没中 那我问我你 买彩票 没中奖 现在有五百块吗 还没有 五万有吗 没有 有洛阳的户口吗 没有 买房了吗 买了 在哪买的 洛阳十八环 洛阳十八环是个啥地方 河南省周狗市太高厌吧 都在大国经常跟司组一百八十啊 合着是你家的三间小土屋啊 啊对吧 我不是没没没没钱吧 等我有钱我就对不对 等什么呀 等你买彩票是吧 不是没中啊 中奖毫不就发财了 对吧 哦 中的奖了 吃着芝麻酱 就着咸菜 开顿楼车 去浓门师傅 咔咔咔 开盗 是吧 还挺美的 你呀 早点要说你了 你说 人不能光靠梦想 你得付出实际 去追求去进步 我付出实际行动了 我那财票 站来财票 好 小伙子呀 你说 你这个就很危险了 你瞧瞧你现在 上班多睡觉 下班睡不着 咱们男人 一定要去奋斗 去进步 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的野心跟报告 大家说是不是 好好好 这是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出国 李磊 我当着大家那边 我向大家保证 我一定做一个 富恶人的男人 一个有雄心有豪富 努力奋斗 踏实肯干的男人 好不好 诶 这态度就对了 我还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思想 邓瑶和李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坚持科研发展的 冠职落职 什么中国梦 对吧 我还要努力实验中国梦 这种以后 关卦特色话也少说 好好好 今天我算 说一个教训 对吧 李磊 你看今天是新年 对吧 对 咱们给大家拜个晚年 诶 是的 祝大家晚年幸福 好 好 好 那个 咱们既然是外卖部 咱们拜见的方式 肯定就不一样 对吧 是的 别测 咱们跟客户交流都是英语 那咱们就给客户 给大家 对不对 唱一个英语歌曲怎么样 这个体系不错 来 那我给你们 跟大家唱一个整段的 英语歌曲 你们说的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开始了 黑不错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 不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